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又称三峡工程 它是由我国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 自上个世纪 我国提出三峡工程开始 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三峡工程分为两部分 主体建筑与导流工程 该工程造价956.6亿 1994年破土洞工 2003年6月1日第一次蓄水 于2009年全部完成 对于我们国家的巨大工程 美国专家曾经进行过详细的研究 并得出一个惊人结论 那就是三峡大坝的使用寿命只有50年 原来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 作为蓄水量超过220亿立方米的巨型水坝 需要考虑到水流对于工程用料的冲刷侵蚀 而当时中国设计三峡大坝的材料并不耐腐蚀 因为没有使用美国提供的混凝土与干净材料 三峡大坝的总使用寿命应该不超过50年 对于这种可笑的结论 我们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对于拥有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经验已经相当成熟了 在大坝建设上 我们采用的是100年都不会腐蚀的混凝土材质 而大坝本身采用的是重力坝设计 也就是每一个坝体结构都能够提供强大的抗冲机力 不夸张地说 三峡的坝体结构足以承受小型核武器的轰炸 三峡工程立国立民 每年发电量高达988亿千瓦时 而且水利发电站属于绿色无污染的发电设施 比起火力发电要干净许多 更不会造成空气污染 而且水利设施能够协助缓解各地旱灾 粗略估计 三峡电站相当于给国家创造了1万亿的财富 一百多年前曾经有一位伟人预言了2019年的中国 他预言此时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四个伟大的进步 如今2019年已经到来 而我们中国也实现了这四个预言中的三个 剩余一个仍需要继续努力 这位伟人是谁 他提出的四个预言又是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回复预言即可观看